用一个愿望 点亮一盏光 让它把未来都照亮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泪光 已经当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度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你会看见 游到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就应该看见 离开 另外炼了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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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呀 小朋友 你妈妈在家吗 我妈妈去医院了 医院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等吃饭的时候就会回来了 你一个人在家吗 那我可以进去等你妈妈回来吗 妈妈说不可以给陌生人开门 那姐姐就在外面等你妈妈回来 您是电视上那个良心吗 是啊 那我让你进来吧 阿姨 您请坐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吗 嗯 画得真好 这个画的是谁啊 这个是我爸爸 还有这个画的是我 这个是我妈妈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妈妈的透析 我现在出发了 这个画的是我 我不认识 这个画的画的 什么呀 就是我 这个画的 分开 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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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没有 其实你刚才给我讲的故事 对不起 引起来 喂 是我 资料拿到了 好的 我马上来取 走 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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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fill 送你送你 送你 送你 你送你 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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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女士 你在考虑下上我们的节目吧 哎呀 良心啊 我跟你说了好几遍了 我是不会上你节目的 哎 好了 好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派女士 我真的不会上你节目的 派女士 派女士 你找谁 我找吴志远先生 你说你是顾振宇 那顾小军顾总是你 是我父亲 怪不得 我这个退休老头子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在找一个公司的老员工 但是呢 在资料室里查不到 就想找您来问问 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啊 姓方 年纪和我父亲差不多 职位应该很高 可能是高级主管吧 您有什么印象吗 吴老 姓方 姓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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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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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什么事儿 楼下有人送来一封快件 让我亲自交给你 什么人送的 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 说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说 就让我亲自交给你 谢谢 没事儿我先送了啊 Monty迟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你辛苦了 回去好好休息 主任 你找我啊 杨夕啊 你知道今天的点击率是多少吗 怎么了 今天的嘉宾表现不错啊 嘉宾是表现不错 关键这问题出在你身上啊 我 我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你和佟俊明那个报道 那些都已经是陈年往事了 陈年往事 你帮他找证据 这是最近的事吧 良心哪 不是我说你 我们做节目啊 最忌讳就是有私心 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 还有公司的形象 那样 以后一定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先出去了 好 去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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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也懂得浪漫了 我今天是来跟你配礼道歉的 是我不小心让那些勾在队趁血而入 没事 我对那些早就已经摆脱不清了 一会儿呢 我就上网去 跟网友大战八百回合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你长大了 你呀 注意措辞 我这叫成熟了 今晚有没有大餐啊 当然有啊 吃饱了才有力气 去网上打那些八卦小怪兽 你盯着我干吗 吃得这么香也不夸我两句吗 我能够把这碗面吃下去 就是对你最好的夸奖 你这两天龙王姐们以后去哪儿了 为什么每天都这么晚回来 我去过供应商的家了 她老婆呢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她女儿天天吵着要见她爸爸 其实呢也挺可怜的 我也陪人去找过 不过 就算她老婆知道她人在哪儿 也不一定能告诉我们 我看未必 我觉得啊 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 我自己搞定算了 好吗 田飞是律师 她可以在专业上给你出主意 虽然我不在行 但是说服人我可拿手了 说不定呢 我可以帮你找到供应商呢 你不是 我们今天啊好好讨论讨论 以后这几个选题 明显到这几个虫 Ancient 这几周的故事叙图不错 但是我总觉得 少了点温暖的东西 缺少温暖的东西 advisor 优优优独 normalized 有个电话 我接一下 好 喂 你们再好好想想 嗨女士 真的太谢谢你了 谢谢谢谢 我想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选题 我的当事人答应上我的节目了 是吗 太好了 周叔 周叔 这雨 长时间没来这儿了 最近公司忙老加班 给姑父帮了点营养品 好好好 来 里边请 谢谢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温暖城市 我是主持人良心 今天呢 我们的主人公潘女士 要给大家讲一个 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 让我们掌声欢迎潘女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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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宇 你来啦 姑姑 我看什么 我看什么 的 老周 你去忙吧 你辜负身体不太好 就别去打扰他了 有什么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定的 就不会轻易更改 那天你也看见了 现在剧镇国际的大小股东 几乎全都对佟俊明失去了信任 再这么耗下去 最终伤害的是集团的利益 其实谁当这个总裁不都一样吗 我就是不懂 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劲呢 姑姑 您刚才说到一家人 俊明也是我的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只知道 我生活在童家的每一天 都是煎熬 他们欠我的 我让自己亲手拿回 真的很浪漫 但是我知道 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 是吗 我们先来分开 这他们在一起 这是世界上到ミニウム 三四 或者是 你用继续的 你不想装 担心 你这太开心了 但是 你这不合格 你不想装 那么 又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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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多多支持她 咱们要起诉前非吗 不用了 好 你倒是比以前温柔了不少啊 因为有人告诉我 原谅别嫉妒 能带来更大的快乐 看来这件事很快就有结果了 我也能安心功成身退了 你听说了吗 前卫好像被带走调查了 童总不是不追求她责任吗 我在网上看到了 她好像是坏事做多了 而且得罪多的人不只有童总一个 被打目的入得手段 恶人有恶报 就是 这也算是给咱们军阵出了一口恶气啊 是啊 就是啊 你马上就要走了 想吃点什么 那能不能麻烦童总 帮我们买点咖啡吧 行 我去点咖啡 杨夕啊 之前的事真的非常抱歉 田飞姐 感情的事没有对跟错 当我看到 你这么的努力为了军明 他还为你这么的牵挂 我就知道 我跟他的感情 错过了就无法挽回 但是我不难过 至少 我把我的心结打开了 我可以摊开心扉 迎接新的爱情 你这么好 这么优秀 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谢谢你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要走了 嗯 好了 再见 一路平安 他废点好了 我走了 这么快就走了 你不要忘记 我可是商界的女强人啊 这么多年 还是没变 我期待 听到你们的喜讯 谢谢 保重啊 你也保重 嗯 听着这一阵子 你每天来看我啊 哼哼哼哼 你也不想要 你了解 你不想要 你能怎么办 不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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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不知道顾晓婷 已经左右董事会的事情 夫人呢 现在在家里 在她的面前 还是以前那副老样子 所以 为了董事长的健康 您就别把工作再带回家里了 好吗 好 好 请 慢走 晓婷 大凯啊 俊敏叫我顾姨了 是啊 你们俩刚才聊什么呢 这小子啊 要成家了 是吗 那太好了 他没跟你说公司的事啊 以后公司的事情 让他去操心吧 我呢 要把身体养好 当着抱孙子吧 也好 也好 你说这次集团部门能扛过去吗 我觉得够呛 这次咱们集团负面新闻这么重 咱们呢 得想好自己的后路啊 说得对啊 方媒因为自己协助着顾小婷 伤害了很多人而自责 此时的方媒 在犹豫是否要继续跟着顾小婷 她们俩个人 对不起 您拨检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是些广告推销什么的吧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 去办澳洲的签证 现在 你要出差 是我们 我们 可是 集团现在这么混乱 根本没有人交接我的工作 我走不开的 方美 出差也是为了解决这个混乱局面 现在是矩阵最危难的时刻 你难得想袖手判官吗 你看看那些无辜的工人 这次刚才事故绝对不是偶然的 一定是有人从中捣鬼 想整口的事 它是或是在家里 去 就已经卖了 预备了 在家里 有一个冠状 今天呢 通常了 有一点 就会在家里上 我不是好的 不懂的 就好 能当你 尝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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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